脸书研发审查工具 计划进入中国市场 为了能够卑躬屈膝地进入中国市场 脸书似乎正违背自己 要使世界更开放更靠近的承诺 转而默默开发一个新的审查工具 以防止敏感内容出现在用户的动态时报 在过去脸书曾经在巴基斯坦 俄罗斯和土耳其进行特定的贴文屏蔽 但这个新的审查工具更进一步 从一开始就防止敏感内容出现在动态时报上 此工具将会提供给第三方合作伙伴公司使用 这样说来这个所谓的合作伙伴 多半会是一个与北京政府 有紧密连结的中国公司 未来这个公司将有权决定 什么内容可以出现在用户的动态时报上 不过只要脸书可以赚到广告费 人权根本不重要吧 庶民参与该研究项目的员工 已经以辞职来表达不满 不过脸书最近常被指控是假新闻制造所 也许该让中国来审查一下美国用户的贴文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